當初在大學時在一家叫神龍的飲料店 認識了他們 第一次看到他們就覺得他們是一個女孩 那時候我剛好人在國外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在加拿大 我每天就是跟他用視訊聊天 原本就是在打工認識 後來是剛好又要去國外 就跟他比較頻繁的在視訊聊天 聊一聊就發現 我就問他要不要在一起 他就選擇答應我們是在遠距離的跨國之間 然後在一起 就是他陪我去大路工作這一段 我覺得一個女生願意跟著我這樣去外面做一做事情 然後讓我覺得這女生又肯吃苦 對我就是盡盡盡 他做事比較前奮比較用心 也比較貼心 然後對我就是百般照顧 其實去國外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他對工作上真的很認真 就覺得說他答應的事情他都會做到 有時候會講一些很好笑的話 就是很有趣的這個人 雖然很慢手 但是真的突然會蹦出一句話讓你大笑這樣 在生活上也會一起做假事 不會說只丟給女生做這樣 也會幫忙 然後也會煮飯 一集煮飯 煮飯給我吃 然後我想去哪裡 或者是我想要吃什麼 他都會覺得 喔好啊那我們就去 這樣 他應該有什麼東西 味道看 他這裡看 他應該就有給他一個白色的那個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看見朋友 幫忙 真的 還有 有 他在這裏 我看見朋友 你看看 再往旁边 对 帮你腰喘 没有动啊 我们走到这里 带你干个 要看我这边 一下啊 眼睛的没对 看着老婆 眼睛的要过去就好 看着老婆 再讲一个猪嘴巴 这边也松下 好 这边眼睛 回到 在这边的东西 起来 你跟你传绘吗 好 先走 看见照片下 我应该可以进到我的 好 天然一张 您的左手帮你报告 你再过去前方 你老婆接手压他 来到你 老婆接手 好 老婆接手 二远 好 持久 看我 好 准备呢 你跟老婆在干嘛 有一个手 你跟老婆在干嘛 是吗 走 好 保持咯 好 保持咯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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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就是希望跟他一起到達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是態度很簡單 可是我覺得對現代來講很難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給他一個穩定的一個家庭這樣子 請問問字幕說 請問答應 Battleground